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 就是想成为一名歌唱家 为了这个梦想 先后两次离家出走 说你以后不准再唱 村里人都会笑话的 他说你唱的电视台 给我看看 不唱的电视台我不回去 因为这个梦想 他亏欠了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只要你活着就行 所以我这位亏欠的人太多了 因为这个梦想 他非常的后悔 一直有两个心结在心里面 对不起我的孩子 今天带来这道菜呢 借助黑龙江为是幸福 十方菜这个舞台呢 跟我的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一位幸福是包菜 苦辣酸甜都是爱 幸福是包菜 之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龙江为是幸福四方菜 我是张静 各位好 我是周浩 舌尖美食满足味蕾 四方故事温暖心头 在这里我们带领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去探寻街头巷尾 深藏不露的四方菜 同时还有四方故事满足各位 对 如果您也有一道 属于您自己的 这个特色的四方菜的话 而且这道菜背后 还有着浓厚的人情故事的话 那么不妨您把您的这道菜 和背后的故事 发送到我们幸福四方菜的邮箱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到场的 四位品鉴团的成员 好 首先为大家介绍 终于养生专家 我们的医学博士 常嘉宜 常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中国烹饪大师 国家名厨金牌厨师长 我们的郝正江郝老师 欢迎郝老师 我发现了 您说郝老师的时候 第二门都高了 是吧 因为郝老师帅 是吧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煎炒烹炸 吸点烘焙样样 精通的美女主播宋博 欢迎 还有一位爱美食 爱旅行的 我们的旅行达人 福利勇 福老师 欢迎福老师 谢谢 感谢 欢迎我们的品鉴团的各位成员 欢迎各位 好 今天的这位嘉宾 您好 我们从一个物件上面说起 他带来的 这是他带来的 大家通过这个物件来猜一下 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个什么样的嘉宾 请倒菜 好 来 三二一 进化筒 来 猜一下 他是做什么的 主持人呗 进化筒 这是银化筒 我跟陈老师想的是一样的 主持人 我觉得他是个网红 因为在这直播当中 总有人用他唱歌 那这是卖罢的 是吧 唱歌的 大家猜的都八九不零十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嘉宾 他来自江苏的四红 他今年四十八岁 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 就是想成为一名歌唱家 为了这个梦想 他曾经先后两次离家出走 因为这个梦想 他亏欠了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梦想 他错过了人生当中 最精彩的时刻 但是也因为这个梦想 他非常的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现在不能告诉大家 那今天呢 他带来了他自己的幸福四房菜 用这道四房菜 来为他最爱的人道歉 那在展示这道四房菜之前 我们还是先聆听一下他的歌声 从歌声当中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好不好 来 邀请我们的方轩 谁 我是我 李奇 illustrations 如果 我 然后 啊 年轻的哈萨克人人羡慕我 神的歌声来和我彼下 欢迎方轩大姐 欢迎方轩 欢迎您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跟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叫方轩 我来自江苏四红 欢迎方轩 今天方轩带来了属于她自己的一道幸福私房菜 但是我知道在这道菜的背后 有方轩心里面的一个愿望 跟大家说一说 对 我今天带来这道菜呢 其实是想来向我的儿子道歉的 然后这么多年嘛 我就一直有两个心结在心里边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所以今天我想借助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这个舞台呢 跟我的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儿子让你受委屈了 我想知道就是母子之间 还至于有这么大的内疚吗 因为我觉得母爱都是无私的 您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名字叫 幸福大鹅宝 因为我的儿子从小就喜欢吃我做的这道菜 我记得他上小学的时候吧 有一次他生病了 生病了他就跟我说 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大鹅宝给我吃 当时呢就是我那个练了一首新歌 我就顾着练歌了 就是没给他做 然后我就去隔壁那个小宦馆里面给他端了一碗那个蛋炒炒饭回来 让他吃这个 就是当时他那个发的高烧 吃的那蛋炒饭 他一边在吃一边在哭 所以到现在那个镜头都在我的脑子里 那一年孩子多大 你多大 十二三岁那样吧 十二三岁的孩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叛逆期 尤其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 内心是最脆弱的 最渴望 就是我能够因为在妈妈的身边 妈妈给我最多的温暖和关照 但这个时候你的爱缺失了 对 因为你的歌唱 是的 所以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 做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想到当年那个场景 我就觉得我心里面特别的难受 所以今天想起来会有一点愧疚 我想说当时在那个场景下 唱歌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对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 梦想长大以后当一个歌唱家嘛 所以就我就是天天有事无事的 吃迷于唱歌 对 吃迷于唱歌了 我听说因为这个歌唱 你还离家出走过 对 是跟儿子之间闹了 闹得不可开交 是的 然后我那个第二次离家出走的时候 就是因为跟儿子吵得很厉害 为什么 他那个把我的音箱砸了 把我的音箱砸了 我唱歌就是那个痴迷到 就是用语言说不好的那种 他自己也被我吵得不行 为什么呢 就我有个大音箱 我每次都把那音箱开到最大量 在我们家唱歌 几点开始唱啊 我没有时间 有时候早上就也唱 晚上也唱 中午也唱就这样子 早 最早到几点 最早又是十几点 七八点吧 上午七八点 晚上呢 晚上有时候十二点之前 我都还在唱着 所以 他找我音箱那年是二十岁吧 他那个 他在烧草店当学徒 当学徒都是晚上 夜里边工作 白天睡觉 他一般到下午 三点多去上班 他从夜里边 三四点钟这样下班回来 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 他都没吃过中饭 他从来没吃过早饭和中饭 一天就一顿饭在那个 我现在想想真的对不起他 他就是白天在家睡觉嘛 我就急急 等不了他下午上 凌晨三四点钟才回来 然后你每天最早 七点就是开唱 他睡不好 当时他也很能容忍我 中午要唱的时候 他就那个把背着蒙的头 就这么忍着我 忍着我 然后他心里面 虽然忍着我 他也有反感 他也烦 就是一来二往 就是他就好跟我 因为这个唱歌的事情 会跟我吵架 那我想就是母亲歌唱 我觉得孩子应该还不至于 反感到砸音箱吧 积累了多大的怒火 他去砸你的音箱啊 就因为唱歌吧 我扰民吧 扰民吧 就是邻居不是经常报警啊 就是拉电闸啊 还有那个 然后砸咱家的门 他有时候走到小区里边 邻居都会追着喊他 叫我的孩子叫 小明叫小丹 就会喊 小丹 你回家管管你妈吧 你妈我们经常说他 他也不记事 说他一次 记两天又忘了 你就回家跟你妈妈说 他在五楼唱歌 我们一楼都受不了啊 你回家管管你妈吧 所以他就 他走到小区里边 大家都是这样说他 他觉得很丢人 特别邻居找他的时候 他回来就 他就更生气 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导致他砸你音箱 是一件什么事情 13年那年 那年冬天 然后那个 我把大鹅宝 坐在锅里 是吧 我想这个鹅宝 坐在锅里边 还有一会儿 我来练练歌吧 然后我就把大音箱 提到厨房里边去了 几点那是 那天是晚上八点 八点多这样子的 然后我是一直是 把那大鹅宝 烧好了 他夜里下班回来 正好喝两碗就睡了 是吧 就把音箱开开 我又在那跟着唱 开得很大声 跟着唱 一会儿 然后那个邻居啊 就是来闸门了 闸门一开 看着是警察也来了 儿子其实我不知道 他那天晚上在家修班 他一正常晚上是不在家的 我不知道他晚上在家 他一下从屋里边穿出来 我才知道他是修班 哪天晚上能睡个晚觉 然后他一看警察 听到警察嘛 来找我 邻居来找我 回来就穿出来 从屋里边 就出来跟我吵 丢人嘛 丢人嘛 然后警察有个3695来 上门来批评教育我 然后他就跟我吵 一来二往 一来二往的 他就把我那个音箱给砸了 当时音箱给你砸了之后 你什么心情 你砸了我的音箱 我就不能原谅你是吧 然后我们话说得也狠是吧 然后就是他平常也经常会吓唬我 然后你再唱再唱 我就把你音箱给砸了 我看你唱 但他没舍得砸过我的音箱 没舍得真砸 就那天晚上他就生气了 就是砸过音箱了 那我也绝望了 因为音箱是我的命根子 然后我全部的梦想 都是在你音箱上面嘛 我就跑到厨房 你砸我的音箱 我把你爱吃的大额饱 我给你倒了 我也不让你吃 两个人就把人生当中 能做得很热 是那一瞬间全做了 现在回忆看他就是 他那种眼神 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 所以就是可能我对他 两个人都很绝望 对的 我对他伤得也很深 但他对我 他砸了音箱对我 当时对我来说也很深 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 你都二十了 是吧 你也能致力了 我不跟你过了 你把我音箱砸了 我就不唱了 以后我还要唱到电视台来 他说你唱到电视台 你给我看看 我说是 不唱到电视台我不回去 然后我就从那天晚上 我就离家出走了 一走我就 接近四年我都没回去 你刚才说了 你这是第二次离家出走 还有第一次 第一次我都不好意思 跟观众说 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是 是我小 那时候还小呢 十几岁这样子 还不到二十岁这样子 你当年十几岁 二十岁的样子 对 当年我 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 梦想长大 当歌唱家 然后小时候 就是一天唱到完 唱到完 就是有一天 我遇到一个 会吹口琴的年轻人 他就说 说妹子 你这歌唱得也不错 男孩女孩 男孩子 男的 你跟我一起 我带你去大城市里边 去找老师学 你再跟老师学学 你以后就是歌唱家了 然后我听他这么说 我真的非常高兴吧 然后我回来跟老师说嘛 跟我爸跟我妈说嘛 我说那个我要跟谁谁谁 我说那个一起上大城市了 然后我爸我妈就是 他们肯定不同意啊 说过两年 我帮你找一个对象 你结婚过日子就行了 唱歌别瞎吞吞了 折腾了丢人 说出去村里人都会笑话的 然后呢 我就偷着跟他走了 就离家出走了 对 离家出走了 这是你第一次离家出走 第一次离家出走 那年我才16岁 然后这个人真的带你去大城市 学习唱歌了吗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带我去大城市 当时我就跟他 我第一次坐汽车嘛 坐过汽车 在汽车上面我幸婚啊 我说我马上就要当歌唱家的梦想 要实现了 我就在车上开始激动地哭起来 倒了几次车吧 然后他把我领到一个叫江苏 我的娘家是安徽 他把我领到江苏 那个叫四红的一个小县城里边 当时我记得是那个 他把我领到那个工地里 跟那个做饭的大嫂说 说大嫂 这是我对象 我给领来了 以后你照顾她 然后我当时就哭了 我说你不是领我来学唱歌的吗 你怎么跟人家说我是你对象啊 我还这么小 他说你听我的啊 现在你家里边人可能就是都知道 你跟我私奔了 你不能回去了 你只能跟我在这 就是咱俩先打工 先苦点钱 挣点钱 然后过个一两年 我肯定会带你去找老师学唱歌的 然后你就跟他在那打工了 对 我就跟他在那了 后来两个人结婚了吗 结婚了 然后真结婚了 对 他成为了你丈夫 对 他成为两口子之后他 我觉得你丈夫应该帮你实现梦想了吧 没有 一年二年的 就他也不提了 后来我孩子都有了 他都不提了 安家过日的了 苦钱了 就这样的 直到现在两个人还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了 我们分开了快十年了 然后就是一直吧 我心里有那心结吧 不情不愿嘛 后来过也没过到一起 没遇到这个年轻人之前 你就很喜欢唱歌 对对对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支持吗 他们也不支持 也不支持啊 就因为小时候唱歌 我还没少被我爸打过 被我爸打过 最深刻的一次吧 就是跟我那个哥哥姐姐 他们一起去戈壁村里 看了一个电影 叫《上甘嶺》 当时我就被那个 我的祖国那首歌 就迷住了 当时我就记得两句 一条大河 波浪宽 然后我就一天到晚在嘴里面 一条大河 波浪宽 风吹到花 香药了 我就会唱两句 就学那两句 我一刻不听得唱 因为我怕不唱了 我就会忘了 找不到了 我爸他们都干农活 干一天嘛 晚上他们都睡了 我还在唱这两句 然后那天我爸就是 就是实在是生气了 就是过来把我给打了 说你以后不准再唱 一天到晚唱这两句 唱唱啥 唱烦死了 又有一次是吧 我都上小学了嘛 那时候流行收音机了 我姐姐嘛 她就给我花了九块钱 好像就买个小收音机 回来给我了 然后我从此啊 我如获是宝 然后我每天就 这个台调到那一台 我就搜 看哪一台有唱歌的 是吧 就有一天 我就因为在家听 那个李双江老师的歌嘛 然后我就 就忘了去上学了 我爸就把我打了 打到激动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 收音机啊 就给我摔碎了 哎哟 当时我那个 我天都塌了 所有的梦想 都在那个收音机里面了 那个对我 其实对我伤害也很大的 我的妈有时候还会说呢 就是我有时候睡到半夜 半夜都还会 还会哭醒 我都好几年都没缓过来 你离开家那么多年 你父母都没找过你吗 他们也找我 但是后来也打听我 在四红 也活得好好的 他们也就默认了 98年那年 我已经 我89年走了 然后九年时间了 然后我那个 有一天这个 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当时我呢 没有电话 然后我说那个 你的父亲说有病了 那你回家看看你父亲吧 然后就人家没跟我说 父亲去世了 你知道吗 我回家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都吓吐了 所以我最为亏欠的人 太多了 就从那次 然后回去 我再也没有脸回去了 一直到前几年 我才有跟家联系上的 家里人原谅你了吗 我妈原谅我了 我起我前年回家 我跟我妈都老成那样了 你怎么跟妈妈说的 然后我说妈 我对不起你 我妈说没事 只要你活着就行 人生一世父母儿女 有不适的孩子 从来没有不适的父母 无论孩子犯什么样的错误 回到父母那儿 都能够得到父母的谅解 还能够拥有父母的爱 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 第二次离家出走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我已经回去了 这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回去的 16年的那年 春夏交际的时候是吧 离开孩子的时候 我就是去我们老家的郊区吧 我的那个音箱 不是被孩子砸了吗 我又自办 重新自办一个音箱 然后我又买个二手三轮车 我近年干货 我的老本行是买干货的嘛 油烟酱醋的人 然后我就在乡下的一个小菜市场摆摊 卖我的干货 有一天我正在摆摊 买东西的时候 我的对面是吧 就来一个大胖脸的姑娘 手里面拉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 就是我在忙 我头一抬的时候 我就看他还站在那 我以为他来要买东西呢 他过来他说那个 笑嘻嘻就跟我说 妈 然后我看我旁边也没有人是吧 我就特别的懵 后来他紧接着他就说 我们家有个小孙子叫狗狗 他说狗狗喊奶奶 然后我就更懵了 笑嘻嘻就跟我说 妈 当时我就哭得 特别的愧疚 然后我那也没唱到电视台 哎呀 哎呀 在想上电视台 儿子说你不唱到电视台 你别回来啊 我很讨厌你 你爱自己爱得多了一点 我心里多多少少 是有一点怨你的 梦想很重要 但是就跟家人在一起 更重要 你可知道是火 幸福四方菜 稍后播出 幸福四方菜 幸福四方菜 有一天我正在摆摊 买东西的时候 我的对面是吧 就来一个大胖脸的姑娘 手里面拉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 我以为他来买东西呢 笑嘻嘻就跟我说 妈 然后我看我旁边也没有人是吧 我就特别的懵 后来他紧接着他就说 我们家有个小孙子叫狗狗 他说狗狗喊奶奶 然后我就更懵了 他就说说 妈你看你 太任性了 这几年你也不回家 你现在你看你孙子都有了 哎呀我当时我就哭得 又错过了 对 非常后悔吧 我就怎么当妈的呢 孩子都结婚了 都有孙子了 你一无所知 对我都不知道 当我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的愧疚 对儿子的这份愧疚之心 就更强烈了 对 但是所幸哈 虽然没有母亲陪在身边见证 但是这个孩子找了一个好对象 找了个好媳妇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好媳妇 有这么一个好姑娘 才让这份母子之间 这种僵持的局面得以破冰 然后得以让你回归家庭 对 到当时我没跟她回去嘛 我就不好意思回去嘛 然后我那也没唱到电视台 我就是还记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没脸 儿子说你不唱到电视台 你别回来啊 对 你自己也许像 我不唱到电视台 我绝不回来 哎是的 然后我和媳妇就是隔三岔五的 她就会带着那狗狗去找我 找我 你说你这时候 还降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就是 后来就是 想开了 对 哪一下 你说哎呀 我还是回到儿子身边吧 17年了 春天了吧 那时候我很荣幸的 终于上电视了 然后我就 哎呀 还在想上电视 你总来这啊 给我说说怎么上的电视 就上电视台 在蹦步搞选马赛 我就报名 这样就被选上了嘛 进了副赛没有 我已经被选上了 直接上洋室录了 录了 录了什么节目了 录的幸福账单 像幸福出发 幸福出发特别节目 还有越战越勇 哎呦 这一上上好多节目 真的要感谢媒体啊 现在和儿子 儿媳妇还有孙子 已经很好的生活在一块了 对 儿子他也支持我唱歌了 然后我呢 我也不在家里边练歌了 这样子我就唱 就互相让了一点 对 我听说那个麦克 好像有点什么说的 麦克风就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我天天我出门进门 我都会背着大音箱挺累的 然后我的儿子有一天回来 就跟我说 说妈 让你感受一下高科技 然后他我就啥高科技啊 他就把那个话筒给我了 从那开始 我就告别那个大音箱了 我出门再也不背着音箱了 我就 拿个小话筒就够用了 对 这小话筒因为它方便嘛 然后 高兴吗 高兴啊 美吗 美 幸福吗 幸福 美的不是这一个话筒 美的是儿子对他热爱音乐的 这件事情的态度上的转变 对那些所有你错过的 你感觉到有没有后悔 后悔啊 我现在特别地后悔 就想找机会能弥补就好了 我真觉得这个方女士太幸运了 虽然她这一生有很多的追悔 很多自己的过错 但是呢 最后家里人都能包容接纳她 想明白了吗 我觉得就是梦想很重要 但是就跟家人在一起 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刻 我们更要给你机会了 带着这道幸福私房菜 表达出对儿子的爱 对现在所拥有的一个 完整家庭的爱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到操作区 准备给儿子做这道大鹅宝 幸福的大鹅宝 介绍一下原材料最主要的食材 大鹅 对 这是一只大鹅要买瘦一点的 瘦一点 瘦一点 还是爱吃瘦的是吧 对 菜市场都有卖的 配料有山药 盐 有味精 有枸杞 葱花 这个是党参 还要放点党参 全挺苦 这个是海带 这我儿子最爱吃的虾 大鹅宝还得放虾 对 这是我自创的 我觉得这个母亲和孩子之间的 这个误会 就彼此之间的这种误会一解除 母亲的心情都格外的轻松跳跃 你看 特别巧 一提到儿子 这是我儿子喜欢吃的虾 来吧 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一步咱们把大鹅宝放在水里边 焯一下 都下了呀 现在长给儿子做吗 没有 因为她是在烧烤店工作 她白天都睡觉 她白天不在家里吃饭 从我离家出走四五年时间了 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大鹅宝给儿子做 对 我就期待有一天 儿子说那个今天我放假了 然后你妈我们一起吃个饭 然后把那个大鹅宝再跟我们做一下 这完全对呀 你别等你儿子的章子 对 咱先来呗 建议哪一天盯准了 我觉得这事谁能帮你实现 儿媳妇 让儿媳妇 这个打听儿子哪天休息 你就把这个大鹅宝往那一端 对 你平时入厨都喜欢唱什么 平常我都喜欢唱一些这个欢快的歌曲 欢快的歌 入厨的时候 现在就想一首歌唱一句 我来唱我爱你中国 好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唱什么调 唱最高的那一调也行 最高的那一调 最高的哪个调 High C 我都不知道啥调 因为我没学过音乐 来吧 来看看这个调可不可以 来 好 啊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送给你我的母亲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送给你我的母亲 希望能把美好的青春送给你我的爱 可以了 可以了 师傅 你可以了 可以了 那个凉水冲一下 要凉水冲一下 我们把它焯一下 来来来 整到这个里边 可以了 好嘞 第一步完事 第一步齐活 实际上我们说这种禽类的食材 不论我们是煲汤也好 或者是红烧也好 那这个食材的前期处理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鹅肉 我们把它斩成块之后 一定是用一个流动水反复地冲洗 这样把它里边的多余的血水 一定要冲净 这样煲出来的汤 它才有这种甘甜 清澈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干嘛 倒在砂锅里 清水 倒多少水呢 倒的蛮过去吧 有大葱吗 大葱姜 来 第一步的料子 两片生姜 两片生姜 放点大葱 盖锅 去腥味是吧 去腥味 盖锅 然后咱们炖一个小时这样子 一个小时 好 我们等待一下 炖一个小时 来吧 一个小时到 哎呦 这好热呀 别烫着 三 二 过 好嘞 咱们接下来 第二步咱们把档生放进去 再炖一会儿 再炖一会儿 再炖二十分钟这样子 二十分钟 好 咱们放大虾 这时候放虾 放大虾是吗 大鹅锅里还是放大虾 这个鹅跟虾配 我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没什么 这是我自创的 自创的 大鹅锅里还是放大虾 鹅跟虾配 我是第一次听说 在很多菜市都会用的 这样出来的汤既鲜 而且颜色很好看 我很讨厌你 你爱自己爱得多了一点 我心里多多少少 是有一点怨你的 想明白了吗 我觉得就是梦想很重要 但是就跟家人在一起 更重要 幸福四方菜 稍后播出 来放大虾 这就放虾 放大虾是吗 大鹅锅里还是放大虾 这个鹅跟虾配 我是第一次听说 对 我也没什么 这是我自创的 自创的 其实这个虾去煲汤 我们在很多菜市都会用的 比方说我们吃蛋白面的时候 这个汤底就会用到虾和萝卜去煲 那我们在家里面煲汤的时候 您比如我们煲这个棒骨汤 您可以放一些虾肉 放一些这个带皮虾去一起煲煮 这样出来的汤既鲜 而且颜色很好看 然后紧接着把海带放进去 我觉得今天这个完全颠覆了 我以往吃鹅的这个经验 以前鹅里面就是放什么酸菜 蚝豆 这个又放虾又放海带 如果说我在家的话 我可能想不到这么放 其实这个海带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主要就是提鲜 那我们都知道味精主要成分 其实就是从海带当中提炼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煲汤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边我们去炖肉 不论您炖猪肉 五花肉还是炖猪蹄炖肘了 加一些海带可以很好很好地 把猪肉的香味给它烘托出来 真好 所以今天吃这个大鹅汤里面 有两样海鲜的 一个大加 一个海带 其实人在年轻天真 或者是冲动之下 都会犯一些错误 但是知错就改善莫大言 所以这个方女士 我觉得用这个大鹅宝 寄托了自己的这种悔意 和对家人的爱 我现在看到你的这种生活态度 说心里话 我挺欣慰的 我还不妨跟你说心里话 我乍一听到你故事的时候 我很讨厌你 真的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用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的转变 让我们大家都替你感到高兴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剥开了 然后虾也熟了 虾熟了 剥开了 闻点香吧 海带的味道出来了是吧 海带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放啥呢 你要不要放山羊和枸杞 接下来我们可以放枸杞了 枸杞 放点枸杞了 枸杞是个好东西 看这枸杞是我们平时常用的 一个药食两用的 对 它其实就是一干肾 我们紧接着把山药也放进去 然后再稍微煮几分钟 对 你看这个颜色 也充满了色彩 就像人生一样 有很多种味道 苦辣酸甜 我觉得就是当你把这个 所有的味道尝过一遍之后 你才懂得什么叫做人生 这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口号有暗和 苦辣酸甜 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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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锅已经开了 我们这个大鹅宝已经做好了 还差最后一步 你现在这葱花你要干什么 我还没放 还没放盐 把盐先放进去 小口 然后再放鸡精 鸡精少许 稍微再入下窝 再两分钟就行了 两分钟 两分钟 最后的时候咱们再来点祖花 好香啊 先放一点给锅里 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各位 幸福的大鹅宝 出锅咯 真的很好喝 觉得这个大鹅配大虾 还是头一回 以后在咱们这铁锅肚里头 我强烈要求 也得来一盘虾 首先它在用料上 非常的讲究 你看我们用到了虾 用到了海带 我们说都算是海鲜吧 那其实呢 这个鹅也是水芹 它在我们常吃的这些 芹畜类肉里面呢 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脂肪含量很低 它所含的少量的脂肪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还特别容易被人的胃肠消化 那因此呢 再加上您刚才说的 有枸杞啊 山药啊 挡身啊 这几位药材的话 对您儿子 儿媳 每天忙碌的生活 对身体造成的这个虚损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补一的佳品 说实话 在刚才没有吃到 这个大鹅宝的时候 我心里多多少少 是有一点 怨你的 喜欢音乐的人 都是情感很丰富的人 我觉得你的情感也很丰富 只不过你爱自己 爱的多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食物呢 是具有抚慰心灵的作用的 我觉得这碗大鹅宝 就是你和儿子之间 一种感情的连接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往经历当中 你有权利去追求你的梦想 但是你发现梦想是那么遥不可及的时候 我们身边还有比梦想更重要的就是亲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当下 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一定给孩子补偿 把我以前亏欠的 用往后的时光 我都会给补回来 其实这一瞬间 不光是孩子理解了你 我觉得现场所有的朋友 也都理解了你 也都对你给予了最大的这种包容 我觉得此时此刻你是最幸福的 所以真的 发表一下你的幸福感言吧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幸福 就是一家人能在一起 哪怕喝一口习患吧 咱一家人在一起都是一种幸福 谢谢方萱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她这道幸福私房菜 同时跟我们分享了 她这段我觉得坎坷 但是最后是一个美好的幸福结局的人生故事 其实你知道吗 你今天要借这道幸福私房菜 来表达对儿子的这份歉意 儿子已经收到了 而且儿子也给你录了一段小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妈 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妈妈 从今以后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朋友 妈妈 我爱你 加油 妈妈 你是最棒的 永远支持你 奶奶 加油 我爱你 感动不感动 其实我觉得您最幸福的是来得及 更幸福的是现在 你每天都能够跟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在一起 去感受这样人生的一种幸福 最幸福的时候要用歌声来表达 你觉得此时此刻 你想表达的心情 用一首歌来唱出来 该唱什么 唱什么呢 我向雪花天上蓝 好 好 来 由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